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肖方 今天是2022年7月22号星期五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将焕然一新 加州众议员丁佑丽争取翻修款400万元 湾区学校湾区学区纷纷招聘教师填补空缺 拜登政府宣布2.7亿美元新一轮队伍军事援助 陪审团裁定班农两项藐视国会罪名成立 中国说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并不意味着撤资 与外商资金流入是良性循环 习近平就拜登感染新冠致电慰问 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土耳其签署 从黑海运送粮食协议 日本核能监管机构批准福岛核电站 核废水排入海中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乔报记者吴卓铭7月22号外旧金山报道 加州众议员丁又利于7月22号在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召开记者新闻发布会 介绍他为该处从加州政府争取拨款400万元 进行一次大型翻修工作 使花园角广场以全新姿态更好服务中国城及周边居民 这项投资是优先考虑亚裔太平洋岛民API社区的一部分 是对去年1.665亿元亚裔太平洋岛民公平预算法案的补充 资料显示花园角广场自1830年代以来 一直是旧金山居民的一个聚集地 一直是湾区华裔社区的象征性中心 对于中国城华裔居民意义重大 翻修工程预计将在明年晚些时候开始动工 乔报消息 随着暑假的结束 湾区各学区正在积极招聘教师 以期开学前填补教师空缺 旧金山联合学区表示 有137个教师缺少教师 比去年的空缺略多 奥克兰联合学区要填补大约2300个职位中的76个空缺 圣和赛联合选区说 该区大约50个班级教师空缺 约占其班级教师队伍总数的4% 位于帕拉阿图的学习政策研究所的办公室主任 和州政策主任基尼介绍说 州政府正在进行投资 为有兴趣成为教师的人提供实习机会 这是一个叫做荆州教师助补助金的计划 给任何承诺在高需求学校任教四年的新教师 提供2万美元的奖金 乔报记者张苗 7月22日湾区综合报道 据圣和西水星报的消息 7月22日加州劳工局报告说 湾区就业市场在6月份增长强劲 创造了加州所有新增就业机会的近四分之三 加州在6月份增加了19900个职位 这意味着湾区占了上个月加州所有新增工作岗位的74.4% 另外6月份全加州的失业率为4.2% 尽管如此 加州的就业似乎已经跌入一个疲软的趋势 经济学家安德森表示 越来越多的美国经济数据表明 全国经济活动急剧放缓 这似乎已经影响到加州劳动力市场的复苏 乔报记者7月22日旧金山综合报道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21日旧金山的市议员抨击对持续全球猴斗爆发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呼吁改善于高危人群的疫苗问题 旧金山目前有141例确诊病例 占了截止19号全州确诊266例的一半以上 绝大多数病例已确诊为25岁至54岁的男同性恋或双性恋男性 约42%的确诊病例是亚裔、非裔或西班牙裔居民 旧金山市公共卫生部的斯蒂芬尼·科恩博士表示 市保守估计需要3.5万剂猴斗疫苗 但目前只接种了大约7700剂 加州州长纽森 周五签署了一项与枪支有关的法案 以期进一步打击该州所禁止的攻击性武器和幽灵枪在州内流通 这项加州立法完全仿照了德州创造性的限制堕胎法律 只不过对象从堕胎变成了枪支 据报道 去年底最高法院判定德州的堕胎法可以继续有效 纽森对此非常不满 这促使他要求幕僚按照同样的方式起草一项针对枪支的法律 他周五特意选择在圣塔莫尼卡学院签署该法 当地2013年曾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乔保特约记者颜天7月22号华盛顿报道 周五拜登政府正式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达到2.7亿美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 除了国防部长奥斯丁本周三透露的四套高机动火箭炮系统HIMARS之外 此次援助计划中还包括了580套凤凰幽灵无人机系统 最新的援助计划是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总额达到82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凤凤幽灵无人机系统是美国空军专门针对乌克兰的需求 而迅速研发的一套无人机攻击系统 具有体勤小不属快隐秘性强等特点 乔保特约记者颜天7月22号华盛顿报道 周五联邦陪审团裁定 前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两项藐视国会罪名成立 原因是其无视了众议院1月6号特别委员会对其发出的传票 这意味着班农将面临每项罪名30天至一年的监禁处罚 现年68岁的班农被指于去年1月6号暴徒袭击国会事件密切关系 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在去年9月对其发出调查传票 但这一要求遭到了班农的无视 众议院随后于去年10月表决通过对班农藐视罪名的指控 并交由司法部向法院提起正式诉讼 根据计划联邦地方法院将在10月21号宣布班农的刑期 据路透社周五报道 一艘装载俄罗斯液化化肥产品的运输船即将抵达美国 尽管美国已经宣布了多轮对俄制裁 但包括化肥在内的农产品并不在黑名单范围之内 本次俄罗斯出口的化肥上个月从圣彼得堡装船 共计有3.9万吨氮肥 预计将于下周一抵达美国新二两港 负责运输的船只挂利比里亚旗帜 目前还不清楚卖家和买家分别是谁 美国国务院强调 从未制裁俄罗斯的食品和农产品出口 但同时强调 当前对非食品类商品的制裁将持续 直到普京停止乌克兰战争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我是萧芳 今天是2022年7月22号星期五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乔报网消息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王春英22号说 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并不意味着撤资 而是与外商直接投资资金流入 形成了良性循环 王春英强调 由于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 能给国际投资者带来较为持续稳定的回报 外商来华长期投资的意愿持续较强 除了新增的投资资本金 股东贷款流入外 很多外商投资企业都把利润中相当一部分 用于在华再投资 与其他的主要经济体相比 中国的外资企业利润用于再投资的比例 处于较高水平 加报网消息 中国生态环境部22号通报 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339个城市优良天气的总数比例为84.6% 甘肃省新一论本土疫情发生半个月后 21号新增阳性感染者突破500例 主要集中在兰州市于零下州 国家卫健委相关官员指示甘肃省要鼓足干净 发起总攻 分区域确定社会面阳性清零实现目标 要坚持管筛并举 预防为主 防止疫情扩散 要管好高中低风险地区 密接人员应格进格 彻底阻断传播风险 过去一星期 澳门每天有几例至二十几例不等的 新增感染个案 政府决定22号午夜过后 进入防控巩固期 包括赌场和理发店在内的部分场所 可以有限恢复营业 例如赌博场所的上班人数 不可多于原来的一半 但商场内的店铺 电影院 酒吧等场所 仍需暂停营运 政府表示 澳门会在达到清零目标后 尽快与中国内地同管 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2号致电美国总统拜登 就拜登总统感染新冠病毒 致以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店中表示 得知总统先生感染新冠病毒 仅向你表达诚挚的慰问 祝您早日康复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2号向斯利兰卡新总统表示支持 目前这个印度洋岛屿正努力应对 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面对强烈的公众反对 曾六次担任斯利兰卡总理的律师 维克拉玛辛哈 于21号宣誓就职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 他相信斯利兰卡将能够迈向 经济和社会复苏 他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为维克拉玛辛哈总统 和斯利兰卡人民的努力 提供支持和帮助 有消息说 斯利兰卡欠中国至少50亿美元 但也有消息说 欠款远不止这些 可能是这个数额的两倍 针对日本 22号早些时候 在年度报告中警告说 国家安全威胁不断升级 包括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 中国对台湾的恐吓 以及脆弱的技术供应链的影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2号在美日金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日本新的防卫白皮书 对中国的防卫政策 市场经济发展和合法的海上活动 进行指责和抹黑 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以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披露了 31省区市 2022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 数据显示 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最高 为39,391元人民币 其次分别为上海38,996元 浙江32,443元 江苏26,329元 天津25,454元 广东24,749元 和福建22,594元 22日中国人力社会资源部发布 2022年第二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 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 其中排行前十的是营销员 快递员 车工 商品营业员 市场营销专业人员 餐厅服务员 保安员 家政服务员 电子产品 制板工和保洁员 近日修改后的江西省女职工 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公布 确保女职工依法享受相关待遇 女职工生育可享受188天产假 另据消息 今年以来中国多地出生人口继续延续下滑的态势 目前贵意阳市河南省山东德州等多地公布的出生人口或新生儿筛查 火产数等数据都出现了同比下降的情况 目前有网友反映南京玄藏寺供奉清华日军战犯的牌位 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当地时间22号凌晨 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通报将对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一查到底 当天下午南京当地官方即公布处理结果 寺庙主要负责人传真被责令撤换 玄武区宗教事务局局长被免职 南京市宗教事务局局长被戒免 副局长被停职检查 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乌克兰与俄罗斯当地时间22号下午 在伊斯坦布尔签署粮食出口协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俄乌双方代表出席签字一事 该协议应该允许被俄乌战争封锁在黑海的乌克兰古物出口 以及俄罗斯古物和化肥运出 目前有2000多万吨古物被封锁在奥德塞港口 该协议将缓解国际市场股物价格飙升 和在一些国家可能出现的饥荒 这是自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交战双方达成的第一个重大协议 俄乌战争导致全球粮食价格攀升 全球一些贫困国家的民众面临饥饿 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全球两大股物生产国 现在却在欧洲最富饶的地区交战 这场战争已打了五个月 由于俄罗斯军舰封锁乌克兰港口 加上基辅为防止可怕的两栖攻击发生 在港口铺设水雷 有多达2500万吨的小麦等古物无法出口 俄罗斯国防部22号表示 其部队本月早些时候在乌克兰摧毁了四套 美国提供的高机动火箭炮系统 但乌克兰则称莫斯科的说法是假消息 旨在破坏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 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21号表示 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五个月以来 约有15000名俄罗斯军人阵亡 本月稍早前 乌克兰提供的数据显示 俄方约有36200人死亡 对死亡的将士俄罗斯一直保持沉默 仅两次提供过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 最近一次是在3月25号 宣称1351人阵亡 但专家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了 当地时间22号 亲俄的顿涅兹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宣布 谷歌已经在顿涅兹克地区被封禁 邻近的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则在21号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谈及原因时 普希林谴责谷歌作为美国的社交巨头 煽动了针对俄罗斯人的暴力 特别是针对顿巴斯当地居民 他表示 谷歌公开听从美国政府的指令 顿涅兹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于2014年在俄罗斯支持下自行宣布独立 目前仅有叙利亚、朝鲜和俄罗斯三个主权国家 承认了顿涅兹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另外还有南澳塞蒂和阿布塔兹等 不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主权国家的政治实体 与顿涅兹克和卢干斯克互相承认 当地时间22日黎明前 数百名斯里兰卡士兵和警察暴力拆除了 科伦坡一个反政府抗议者的营地 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个破产国家的新总统领导下的 异议人士命运的关注 在维格拉玛辛哈的就职典礼结束不到24小时 身着防爆装备 手持自动突击步枪的安全部队 赶走了抗议者 拆除了路障并包围了总统府大院 在近两周前 总统府大院被数以千计的抗议者部分占领 导致总统拉甲帕克萨下台跑路 世界卫生组织21号在日内瓦举行专家回忆 确定猴斗病毒传播形式是否需要宣布全球公卫紧急状态 也就是世卫组织的最高级别防疫警戒 总干事谭德塞在会议开始时发言指出 他对全球猴斗感染病例不断增多的形势感到不安 但近六个小时的专家会议并未公布专家结论 目前也没有公布公卫紧急状态 鉴于新冠疫情第七波迅速扩大 日本政府22号公布了追加对策 其中提出将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时间从7天缩短至5天 抗原检测连续两次为阴性的话 可以在与阳性者接触后的第三天解除隔离 随着感染者的增加 无法到公司上班的密接也急剧增加 为维持社会经济活动 政府决定修改对策 日本核能监管机构22号正式批准一项计划 允许福岛第一核电厂中超过100万吨处理过的核废水排入海中 2011年3月11号的东日本大地震灾 引发了巨大海啸冲击福岛第一核电厂 造成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能灾难 数十万人被迫撤离 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处理问题持续受到关注 世界法院22号驳回了缅甸对种族灭绝案件的反对意见 该案件涉及其对待穆斯林罗兴亚少数民族的待遇 为案件的全面审理铺平了道路 缅甸现在由一个于2021年夺取政权的军政府统治 曾辩称提起诉讼的钢比亚在国际法院没有资格这样做 但主审法官多诺霍表示 所有签署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国家都可以 而且必须采取行动防止种族灭绝 法院对此案拥有管辖权 意大利22号面临当前这波热浪肆虐以来最热的一天 全国16个城市发布红色极端高温警报 政府气象部门估计热浪袭击最严重的可能是北部的米兰 气温达到摄氏40度约104华氏度 米兰以南的波罗纳和首都罗马 气温可能达到39度 意大利卫生部为22号和23号发布热浪红色警报的其他主要城市 还包括佛罗伦萨 热纳亚 杜林和维洛纳 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37.32点 跌幅0.93% 报收3961.63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37.61点 跌幅0.43% 报收31899.2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25.50点 跌幅1.87% 报收11834.11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肖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